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我跟助教打的比赛 上一次他输给海哥了 他说要在我身上找自信 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 说这个话可以在我身上找自信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因为上次是海哥跟他打的 今天是我跟他打 男生跟女生打球的方式 就是思路球路啊那些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 特别是海哥又是打双打的 就更会不一样 包括节奏啊速度啊那些都会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吧 大家好 今天小张跟助教打一个比赛 然后的话 刚刚小张这个球掉的还可以 他也是很久没有打过单打的 他以前是在队里都是打单打的 这个是疯啊 你怎么打到这里 这不过人啊 刚刚就是我们那个红色衣服教练 因为杀球没有目的性的去杀 这是得分球来的 他出球太有太果断了 就是说不负责 我没有考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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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自信啊 好球 好球 公分了吧 很久没有训练了 所以脚上的力量啊 比之前要差了很多 你发这个球都没有想过的 你掉这个球都没有目的性的去掉 掉过去干嘛呢 又这么慢 没了呀 掉球速度太慢了 手腕手指闪都不够快 没了呀 没了呀 红色的教练的话就是因为正手那边的话转身 侧身太慢了 启动步两个脚站得太齐 所以的话他掉 这一拍踢不到再拍拖起 你的中场启动太慢了 两个脚都站拢了 启动的时候两个脚站开一点吗 你看这发的啥呀这是 全部都发到我面前 我都没看懂 这个球 这个球 这个球这么低的去抢 这么低啊 哈哈 哎 那告诉谁教你的这些自主动作吧 这个球出角抢得不错 他抢得比较高点 因为你抢高点的话 很多球就是比较威胁性比较大 就很难受啊 就很难受啊 啥情是个呆呆 不如我呀 啥情是个呆呆 啥情是啥 好球 这个是手上带了一些小小的停顿 表示对方有第二次起动 单打技术真的是很重要的 单打技术 那个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